有这样一个神秘的复仇组织 如果你的亲人受到了伤害 他可以帮你解决仇人 前提是你加入组织 并在试探的时候帮点小忙 你会同意吗 大家好,我是亮哥 今天一起来看尼古拉斯开启主演的犯罪片 《寻求正义》 开启是个普通的高中老师 妻子姥姥是名大体型手 两样的生活平静幸福 然而这天晚上 姥姥在剧场排练完毕 准备驾车回家时 被待人给盯上了 劳娜被歹徒拖到后座 遭到了残忍的殴打、强暴 直到劳娜失去了意识 而一无所知的凯奇 正和校长兼好友吉米 在旗馆里一蹶高下 为了不被打扰 两人还都关了手机 等棋局结束 凯奇再收到了消息 急忙赶往了医院 看到妻子奄奄一息的模样 凯奇的心在滴血 像活生生的被零池一样的疼 想起和妻子恩爱的画面 他恨不得将凶手千刀万剐 可现在他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希望警察能尽快抓到凶手 还妻子一个公道 就在凯奇苦恼之际 一个自称西蒙的人找上了他 西蒙先是安慰了凯奇 随后说出了凶手的信息 此人三周前刚被假释 是个惯犯 如果凯奇愿意 他可以帮忙料理了对方 但前提是 凯奇要成为组织的外围成员 在组织需要的时候帮点小忙 比如跟踪某人 或者打个电话之类的 凯奇本想拒绝 可想到警方能不能抓到凶手 还是两回事 即使抓到了凶手 去证 审判一套流程下来少说一年 这期间 凯奇的妻子还得在律师的询问下 一遍遍回忆那场噩梦 如果一切顺利 凶手认罪 可兴起依然不会超过一年 对方出狱后 说不定还会报复 加上妻子现在的惨状 凯奇稍微犹豫后 默认了西蒙的做法 就在当晚 凶手拿着劳拉的项链 在回味时 组织已经派人 持枪上门收割 此日 凯奇就收到了 妻子被抢的项链 和凶手死亡的照片 这证明 阻止并没有杀错人 警方这边 贼凶手 为罪自杀解案 看起来一切顺利 然而有些东西 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 凯奇也因此 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 几天后 劳拉出院 虽然凶手已死 可劳拉心里的恐惧 依然没有消除 他不敢一人独处 让凯奇换了门锁 加固窗户 彻底康复后 偷偷卖了武器防身 只有这样 他内心的不安 才会稍稍减轻 半年后的一天 西蒙突然联系了凯奇 在对方的指挥下 凯奇奇怪巴绕 见到了西蒙 凯奇知道 自己还债的时候到了 西蒙交给凯奇一封信 让其明天下午 4点15 放进动物园门口的油桶里 凯奇并没有告诉妻子 偷偷研究立下这封信 感觉并没有什么异常 此日 凯奇按照指示 来到了动物园门口 刚准备投递 西蒙就打来了电话 西蒙让他拆开信封 里面是一家四口的照片 和一个电话 西蒙让凯奇跟踪母女三人 如果男人也出现的话 就打上面的电话 说出暗号 一个的兔子跳 自会有人接手 不过凯奇坚持了母女一下午 直到三人离开 并没有看到男人 凯奇本以为自己的任务结束 可此日来到学校 发现那个号码就写在教室的黑板上 凯奇打电话质问西蒙 而西蒙就在学校外面 他告诉凯奇 昨天男人并没有出现 凯奇的任务并不算完成 不等凯奇有所反驳 他便驾车离开 随后 西蒙让人强塞给凯奇一打资料 上面显示 他们的目标是个人渣恋同屁 西蒙电话里告诉凯奇 明天凯奇的车子会被破坏 凯奇就坐公交上班 然后在天桥上下车 而目标八点多也会出现在那里 到时候凯奇只要装作不小心 把对方撞下护栏即可 那里有两个监控探头 但都已被破坏 凯奇完全可以放行 凯奇虽然知道当初答应了西蒙 自己需要付出代价 可杀人的事 他真的接受不了 此日果如西蒙所说 他的车子被炸台 凯奇只能坐上了公交 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他并没有杀人的勇气 所以没有在天桥下车 不出所料 下班后西蒙就找到了他 凯奇知道目标死有余故 可他真的杀不了人 下不了手 况且当时也没有说让他杀人 看着离开的凯奇 西蒙决定给他上地儿强度 凯奇和妻子在餐厅就餐时 西蒙带人出现 按时加挑衅 这还不算完 回到家后 凯奇就发现 冰箱上的字幕贴被人动了手脚 上面出现一个单词 选择 这下凯奇再也忍不了了 他反锁房门 跑到车上 打了名片上的电话 发现成了货葬场的客服 不过对方 显然也是组织的人 凯奇让对方转告西蒙 不要再骚扰他们夫妻 然而回去后 就发现房门大开 冰箱上再次出现了那个单词 妻子劳拉也说 凯奇刚才在外面干嘛呢 可凯奇刚刚明明在停车场 这明显就是用妻子劳拉 来威胁凯奇 这次他真的害怕了 此日凯奇只能按照西蒙的安排 在天桥下车 果然不久后 目标就乘坐下一趟公交 出现在了桥上 然而开启依然不敢杀人 他本想和目标谈谈 劝对方大不了自首 那料目标的警惕性拉满 没等凯奇说上话 目标就直接动手 结果两人在纠缠中 目标一个不慎 普攻后摔下了天桥 当场死亡 失忆至此 凯奇也只能慌忙逃离了现场 西蒙也打来了电话 称凯奇干得很好 他们的仗轻了 这让凯奇更加烦闷 刚回到家 警方就找了过来 以谋杀罪逮捕了凯奇 凯奇这才得知 目标的真名叫艾伦 而警方虽然没有得到 艾伦死亡式的监控 但另一次的监控显示 凯奇在跟踪艾伦 而且艾伦追完后 凯奇神色慌张地逃离了现场 同时警方还在艾伦的手机里 发现了凯奇跟踪其妻女的录像 怪不得艾伦开到凯奇后 会率先出手 然而让凯奇想不到的是 艾伦根本不是什么恋童癖 而是一名调查记者 西蒙骗了他 就当凯奇准备找律师 然后全盘交代时 警长突然把询问的警察叫了出去 然后亲自询问 然而警长只是问了一些毫不想干 十分简单的问题 其中一个是 饥饿的兔子会怎么样 没错 警长也是组织的人 但茂伦和西蒙并不是一伙 警长直接给凯奇打开了手号 并让他赶紧逃离 否则活不过今晚 而且还会被卫装成自杀 凯奇哪敢不从 狂猛从后门逃离了警局 他先是在网上查了艾伦的资料 果然如警察所说 艾伦是一名记者 随后凯奇偷偷找到了妻子劳娜 劳娜虽然知道凯奇隐瞒了一些事 但还是选择了无条件相信 不仅给了一些钱应急 还让凯奇带上了自己用来防身的手枪 自己则去应付找来了警察 凯奇想到西蒙既然要杀艾伦 肯定是艾伦知道了什么组织的秘密 这才招致了灭口 为了查明真相 凯奇混进了艾伦的追悼会 顺走了艾伦的工作证 并从艾伦的朋友口中得知 艾伦此前却是提到过一个 宣称替天行道的神秘组织 调查资料 艾伦还藏了起来 因为艾伦的一个线人意外身亡 艾伦怀疑线人很可能遭到了灭口 所以十分解决 不过朋友们大多以为是什么都市西蒙 但艾伦的突然死亡 也许真的和这个神秘组织有关 此时西蒙的人也找到了这里 原来有个老嫂子就是组织的人 发现凯奇后联系了西蒙 凯奇不敢和对方照片 出门就跑 在外面的西蒙发现后 一边让人追寂 一边大喊 自己又能证明凯奇无罪的监控录像 试图和凯奇谈谈 但凯奇根本不敢相信西蒙 不顾危险 穿过高速公路 数次差点丧命 才逃过了追捕 西蒙没有抓到凯奇 转头就让人冒充警察找到了劳拉 幸亏劳拉寄警 发现了假警察的破绽 用暴力的防狼喷雾偷袭 才逃过了一劫 另一边凯奇也没有闲着 他拿着艾伦的工作证 混进了报社 找到艾伦的办公桌后 四处翻找 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只找到了一堆的票据 随后凯奇又溜进了一家高级饭店 从博车小哥那里 骗了一台车 在车里研究了一下票据后 发现了异常 有一大部分 都是某处加油站的票据 凯奇便驱车前往 到了地方后 美元开路 从老板的口中得知 艾伦租了旁边的22号仓库 不过仓库并不是老板的 他也没有钥匙 但他暗示凯奇 他见到过 有人倒车不小心 把门给撞开了 凯奇心灵神会 一脚油门 撞开了大门 就在凯奇 翻找艾伦可能留下的调查资料时 加油站的老板 从报纸上看到 凯奇居然是个通缉犯 马上就报了警 而凯奇这边 终于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恰好警察也在此时赶到 马上开始了追捕 凯奇是急速狂飙 警察紧追不舍 凯奇意恨性 这才摆脱了追捕 他找到了一处僻静之地 观看了艾伦留下的光盘 里面是艾伦采访一位 外围成员的录像 以及西蒙的各种罪证 录像里 先人提到 饥饿代表人道 图字代表了理性 跳就是正义 这是组织的理念 本一是诚恶扬善 替天行道 目标是那些十恶不赦的人 但以西蒙为首的分支 逐渐偏离了组织的处众 西蒙开始扩大了惩罚的范围 一些很小的罪行 也会被他盯上 而且凯奇发现 好友吉米居然也是组织的一员 凯奇愤怒地持枪上门 一问关于西蒙的信息 得到了西蒙的证明 然而就在他离开时 有辆车偷偷跟了上去 凯奇刚停好车就被偷袭 来人大骂凯奇 是个恋童癖 凯奇一听就反应了过来 这不就是西蒙惯用的招数吗 马上说出 几个的兔子跳 来人一愣凯奇在趁机反击 抢走手枪制服了对方 来人也是被西蒙忽悠来的外围成员 凯奇并没有为难对方 只是拿走了对方的手机 便放走了他 因为他的手机里 有西蒙的联系方式 凯奇用手机 录下了光盘的一段内容后 便联系了西蒙 此前西蒙不是说 他手里有艾伦死亡式的监控录像吗 那段录像就可以证明 艾伦的死完全是个意外 所以凯奇想用光盘 交换录像 还自己一个清白 两人便约定在体育场见面 而西蒙也做了两手准备 劳拉上次被抓后就躲了起来 但身为好友的吉米 自然能轻松找到 就这样劳拉被西蒙绑架 等凯奇和西蒙碰面后 西蒙给他看了监控录像 凯奇还在想怎么能拿到监控时 西蒙已经拿出了 劳拉被绑架的照片 凯奇被彻底拿捏 只能乖乖跟着西蒙 来到了附近废弃的商场 妻子劳拉倒是见到了 但存有证据的光盘 也被西蒙给搜了出来 确认了光盘没有被碰后 西蒙立马翻脸 让手下干掉凯奇夫妻 还有点良心的吉米 看不下去 当即反水 吉米绑架劳拉 只不过是想帮西蒙拿回光盘 并不想滥杀无辜 可西蒙不管这些 瞅准机会 两枪干掉了吉米 又抓住了想要逃走的劳拉 幸好凯奇及时扑倒了西蒙 上去就是一顿劳拳 打得西蒙毫无还手之力 劳拉这时却叫停了凯奇 因为他不想让凯奇 成为杀人的凶手 然而西蒙却趁机反击 两人双双摔倒在楼梯上 恰好摔在了刚才被打掉的手枪附近 而西蒙捡起了手枪 指向了凯奇 他本以为自己身权在握 可没想到 夫妻俩有惊无险 一切都结束了 此时警长却赶到了现场 他简单看了一眼后 问是谁干的 凯奇把妻子被牵连 急忙承认是自己 然而警长却摇头否认 给出了他的看法 吉米和西蒙活病同归于尽 而凯奇夫妻根本就没有来过这里 说完还邀请凯奇加入组织 这次凯奇果断拒绝 不过警长并没有在意 还让两人快走 其实警长和西蒙 虽然都是组织的成员 但分支不同 明显警长直指 不像西蒙那样激进疯狂 而是更加的温和 完全按照组织的理念形式 故事最后 艾伦的死亡录像公布 凯奇已经自信了嫌疑 但凯奇无法坐视组织 继续执行私刑 而警长又是组织的人 所以凯奇把艾伦的调查成果 交给了FBI 而接受的FBI探员 居然也是组织的人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别忘了点赞助法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